亂流 大家好! 歡迎來到黑熊V泰國 我是黑熊 如果大家最近有看 看見泰國的報導 就知道說 BTS又開了一條新的線 金線 金線現在已經開通 今天中午帶大家去搭乘一下金線 順便去金線會到的 嗨 康瑟洋 陷螺天地 我现在是在BTS阿拉丁站 那我们就出发 那首先黑熊第一个问题是 以往每次BTS开啊 然后它的票务系统好像都没有连接 都要分两段是买票 然后这次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这个样子 然后我们来到售票机 看来好像没有可以直接买票 那我们就要先做到共通不利了 大家知道吗?其实BTS可以一次买很多站哦 然后你只要付这个QR Code 我们来陪付钱 付款完毕 然后准备出发 所以往共通不利是往BTS的方向走 大家还想念Sara Dan这个站吗? 这个站可是很热闹的哦 因为现在中午时间 所以没什么人 20秒给他科普一下 为什么这里叫Sara Dan 如果说你从字面上来看呢 Sara就是一个棚子 Dan呢是红色 所以可以叫Holking车站 在19世纪末的时候 这里其实是一个火车站 叫BTS火车站 所以可以通到扫巴竿的 好 科普结束 车子也来了 现在车子没有那么多人 虽然我才选到这个时候去 晚上的时候啊 一定人非常的多 我早上收车其实人非常多人急 看到Icon生涯没? 不要在这站换车了 出站! 在这站换车S7 这个站啊 你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 你应该是不来的啊 如果你要去Icon生涯天地 这边有交通车可以直达 现在就可以直接搭京线捷运 在3号出口这边 所以看来他要先出站 所以捷运铁轨就要隔壁 只是没接在一起而已 通过车站还要进进出出的 我们去3号出口先去买票 哇 这边好大一个 哦 到了到了 我现在到了车站 发现到身后有一个很大的海报 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车子 目前这个金线呢 全程是2.75公里 但是目前只开第一阶段 那是开1.8公里 那第二阶段什么时候开呢? 请大家关注我们Vision9看见泰国 未来的票价是15泰铢 但是目前是免费市营运期间 一直到明年1月中 那这个金线呢 是使用旁巴迪的这个车厢 它其实是泰国 第一个无人驾驶的捷运系统 它的车的型号是 Innovia APN300 它的噪音啊比较少一点 一列车有两节车厢 总共可以容纳276人 它有坐放轮椅用的位置 然后那旁边呢 是它周边的一些 可以往南迪旁巴迪 大家有没有去过 这是狼1919 因为大家以后可以坐捷运去 但是呢 我是觉得做起来比较有细分 然后这个也不错 不会耗我30 这个是IconC啊 我今天要去的地方 那黑熊准备出发 我要去拿票 但现在是试运期间 然后票是不用钱 但是呢 还是必须要去柜台拿票 那我们现在拿到了 谢谢 哇 吓到了 大家都会说中 真厉害 因为最近呢 大家都说黑熊变胖了 所以我决定要走了 多走几街 来消耗卡路 哇 车站好干净 哇 来了来了来了 各位 黑熊绝对没有开慢动作 这个进站的速度 有点慢 噢 进站进站了 到站了 很多人跟黑熊要跑来试乘 刚刚黑熊发现了一件事情 这个等待时间 好像也没有上面写的5-6分钟 这个时间好像比5-6分钟还长很多 可能是在试营运吧 所以车速不能开太快 然后待会我们注意到右边 往市区那个Safan Daxing的那个大桥 你看又塞车 这个塞车真是很平常 因为上面写说那个车型速度是可以到80公里 我觉得我们要到那个80公里的感觉 但是这个这么弯80公里应该就直接翻车了吧 但是可以感觉到这个车的声音啊 的确是比较小一点 前方就我们的目的地 排抗赛亚 鲜罗天地 推荐大家来 除了做这个BTA的金线 也可以坐船 享受一下那个招披也合的风光 哦 加速了加速了 就直线加速一下 然后又变慢了 就让那框站了 这个车要均一前进了 然后到下面的两个站 我们现在到ICON塞 我们鲜罗天地了 目前看来是只有一个出口 好啦 到目的地啦 黑熊这次试乘的感受是 速度没有到很快 也没有非常平稳 有点晃 但是我觉得还不错 因为多了一个交通替代方案 而且现在是试营运期间 所以说可能还有很多参数要做调整 我懂 我懂 这就是User Acceptance Test UAT测试中 所以就先测试一下 然后大家之后 想来ICON塞养的话 除了可以搭乘金线之外 还可以搭船来 我个人是蛮喜欢搭船来的 去BTS 或者CPEA那边搭船 我都觉得蛮舒服的 因为金线的开通啊 周边有些景点 大家刚才有看到一些 好像WebHub 30 还有狼1919 这几个地方 大家未来来玩的话 其实也可以搭金线 到招逼海的另外一边 探索一些新的景点 这次黑熊V泰国就到这边 喜欢我的影片 别忘了按赞 订阅 分享 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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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